这一题也是属于shoot f 水准的题目 我们的lcm for 2 3跟6是6 所以我全部都乘6 我这边乘6 这边乘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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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做这个乘6的时候呢 你会想象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挂弧的存在 3 2 6 所以我放2在挂弧前面 6 6 约 2 3 6 为什么我们这边要放挂弧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放挂弧的话呢 你这一个3挂弧x加1 减挂弧5加x 你的这一个地方就会弄错了 有一些学生他直接写减5加x 他就错了 因为他是整个减5加x前面有放减 所以你在这边你也要放又挂弧的存在 6 38 减2挂弧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跟他乘进去 整个减跟他乘进去 整个减2再跟他乘进去 所以你就有3x加3 3 减5减5减5等于18减2x加2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你的这个减2帮来 3跟减5帮过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3x减 x加2x等于18加2 所以我的x等于22分4等于11分2等于5又2分之1 所以我的x等于5又2分之1 就是这样